大家好,欢迎来到FSFriend的快乐交易快乐技术 那么我跟大家说,我会做这个视频会讲观念方法跟技术 那么昨天讲了这个刻意训练的方法 前一讲讲了一些观念 那么今天就该讲技术了 那么今天是讲技术 那么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讲的是什么技术呢 这个技术是常见的 我们在交易中,我讲的例子都是我们在交易中常常见到的事情 今天讲的第一个是优多或者流陷阱 或者优空或者熊陷阱 好了,我们一般做这个呢 我的程序是介绍它是什么 什么是流陷阱或者什么是优多 怎么样去处理它 然后如何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 在别人没发现交易信号之前 你就已经提前发现了 这个是不是这个感觉很屌的样子 那么我就一步一步来讲 一般又多又空 其实就反过来我们交易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上走 那么我就只讲一个方面 那么别你如果想看又我现在讲又多 讲流陷阱 如果你想看又空的话反过来就对了 那个名词都是很简单的 演绎方法也不难 那么好了 我讲又多 又多是什么情况下比较常发生 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下行空间 就是在下行趋势的时候 或者平旁的时候都有可能 可是大部分更准确的这个流陷阱跟又多 大部分都在下降的趋势 下跌的趋势里面发生的 那么怎么样发生呢 那这个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本来是这样子下降 可是呢 我就用这一个好了 这就不用这一个打平盘这个 我就画一个下降的 因为这样子讲的更好 在完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 或者有时候偶尔会发出一个新闻 新闻的时候突然这个市场 刷啊这样子往上跑 你看突破了我们做交易 有些趋势线 有些人做趋势的 那他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在这边做一个叫做Buy Start 就是止损买单 如果破了这个很多人做趋势 或者做反趋势的 就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止损买单 只要破了这边我就买进去 你买进去 还有有些呢 就本来做了空单的了 在这边做空的那些人 他到这个地方 他止损就在这边 所以一下子大量的买单进去 那买单 我前面讲过一个傻瓜买冲的那个故事 以后再跟 如果大家没听过 找前面那几集 以后我再跟大家讲 突然这个买的这个欲望就高了 所有这些止损单 不管是止损买单 还是你做空的止损单 就变成是说无限量 什么价格他都要收购 那么他要收购的话 下上去啊 很好啊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这一根上去之后 这里上去之后 就完成一个这样子的铸台或者K线 那么就有很有情况 你看这个大洋 大洋线嘛 那就可以上去了 大家希望是这里 可是问题来了 他这个上去之后 他马上就上面就遇到很多人就要卖回去 什么原因啊 以后再跟慢慢再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先讲这个 旗然 就是怎么样使用 那么以后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会把这个理论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边上面就 哇 他本来上去了 那输一下 他就往下 很多卖单出现 就把刚才的那些买单 全部接手了 还把它冲下来之后 这里就出现个小的身体 那么这一根线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K线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涉及之息 其实这个叫法 我也是随便找一本书 就在用的 那其实这个叫法很多 反正意思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冲就结束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们朋友有讲过这个交易 在下降趋势之中 找涉及之心 找涉及之心做空 那你就机会大了 所以这就是 诱多或者流陷阱 如果你在这边进去的话 那你就是一只笨牛 被抓进去了 那个是 你就没有学过我们的课程 所以你是一只笨牛 被抓进去了 那怎么样对付 首先第一个 我们如果有交易计划的话 我们有计划 我们有交易计划 我们的什么交易计划 我一直在跟大家重复很多次 不要陷入低买高卖的 这种传统观念 你要怎么样 你就知道在下行的时候就买 就就卖 在下行的时候就卖 如果你的交易计划是只做卖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被什么陷阱 所所害 你不会被陷阱所害的 那你学过我这个之后 而且又可以 哎不看金钱的话 你不会被我所害 当然有很多人还是会看金钱 我也被抓几次啊 最近啊前两天我才被抓两次 怎么样 哎呦他跑这个跑跑得很凶啊 那我就被抓了嘛 我也是我也是繁人的 我的功力还不到 那个是说每一次都不这样子做 我真的也被做了啊 我被抓了两次 那抓了之后 我们说首先你如果有正确办法 你不会被抓 你不会被抓 我都会被抓嘛 哎呦我也不是师傅啊 就是我稍微做的多一点的话 都会被抓 那么好 第二个 你被怎么样不被抓 就是你的交易计划正确 那么好 你被抓之后怎么办啊 被抓之后没有什么办法的 我们入产之前啊 我在什么地方入产 我就设止损了 我设七点止损啊 每个人可以设他不一样的止损 那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不要提止损 这两个是叫纠错 你进去你被你个笨牛被被套住了 你赶快跑啊 能跑多少就跑多少啊 如果你不跑的话 你看这一种 如果你在这边做多的话 你在这里做多的话 什么结果呢 你如果在这里做多 你又不放止损 你就亏死你了 因为他以后不停的往下走啊 亏得无法收拾 如果你在这边马上纠错 可能就五分钟 你又被结束了 我常常是三分钟五分钟被结束 凡是被套啊 很快就出场啊 出场之后 那又是另外一个心理的监测过程啊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放止损 入场的时候 你如果比方说你在trading view上做的话 你这个交易啊 你入场的时候止损已经放好了 反正啪一下进去 可能你如果你要做两个动作 你的止损都还来不及放 那已经冲下去了 你的亏损会无限跨的 如果真的是你没有放止损 看到这样子 错了 你已经错了 纠错 记住纠错 赶快出场 那么我就是 哎 我就被抓几次都是七点嘛 就是这个怎么样处理方案 刚才讲的什么 什么是 右多流陷阱啊 右空 雄陷阱 我就反过来就是啊 这个往上走啊 那个就是出现了这个叫做锤子 锤子线 在扇形的过程中 出现锤子线 那么这个就是右空 跟牛 熊线之间 把这只熊 哼 一大熊掉下去了 他又 他自己又买进来 你就是 这个就是反过来就是了 这个就是处理方法 第一个 有交易计划的话 不要这样子做 那万一被抓住的话 没办法 认错 纠错 我这边讲了多少次 这个是 如果 如果 如果这一个 我常常还看到 还看到很多交易者 死报的 死不愿认错 死不愿认错 那你就亏死你了 一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 勇于面对这些错误 承认自己的错误 你才可以改进 没有借口 纠错 我不叫止损了 叫纠错 好了 这边就讲了 什么是 这几个名词 怎么样去对待它 万一被抓住 怎么样 好了 最后这一个我要讲的是 如何 在别人都看不到的情况下 你可以先发现先机 早日进产 我想这个大家是非常关心的 等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我们又回来了 刚才跟大家说 在怎么样 在别人都看不到的情况下 发现交易的先机 让你选择更好的入场时间 赚取更高的利润 在刚才我们讲的牛陷阱 跟熊陷阱之后 用这个方法 这可以看得出来的 首先我们的交易计划 就是说 我们用的是同样一套方法 没有额外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找射击之星 在下降的趋势里面 我们找射击之星做空 在上升的趋势里面 找垂直线做多 那么好 这个垂直线 我们要看到才可以 你看我们看这个 比方说我们不管了 我说这是五分钟图 五分钟 这个也是五分钟图 那么它的两个竹台 或者K线 你看到是这两个 对不对 一般人看到这两个 没交易机会 对不对 没交易机会 可是如果你常常看盘 我教你这一套方法 你常常看盘的话 你可能就看到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图 都是要么就是五分钟 要么就十分钟 要十五分钟 它前面一个五分钟 后面就是一个五分钟 它不可能有别的变化 可是你懂了这一套方法 你可以看到什么 比方说这一个 它总共十分钟 如果你会看的话 这个可能是八分钟 这个最后的两分钟 八分钟 如果你会看 八分钟是不是就出现了 一个垂直线 已经八分钟出现一个垂直线了 垂直线就是你准备入场的机会 而且你不仅有好的入场机会 你看如果真的是五分钟 垂直线结束 它还跑这个的话 你在这边入场 你在这边做多 你在这里做多 它又跑下来 当然你的止损是在这个下面 对不对 然后你就经历一段不舒服的时间 这段是不舒服的时间 可是你在八分钟就看到这个时候 你等住 你不用急 你等着它不用急 等到它跑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果断的相信你的垂直线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做多 这一节就不仅是你的利润 这个是利润 就是你额外的利润 而且市场一跑上去 止损就可以移上去了 本来是在这边的话 你的止损又会更小 为什么我七点止损 我七点止损 我今天看看我的交易 我七点止损 我交易了多少 很多手了 反正忘记了 69的成功率 就是说我只有百分之不到31 百分之31是七点止损 其实很多我都还没到七点 我就自己主动放弃的 所以就全部算的话 我七点止损 可以成功 百分之七十 这又是这个原因 在别人还没看到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好,这个是上行的 下面也是一样 假设这个是15分钟图 这个也是15分钟的K线 我们看到这些K线 它是没办法分开 一个15分钟 一个怎么样的 你看到这两个没有交易机会 很正常没有交易机会 可是这个太长了 大概会这样子 你没有交易机会 因为我们只做一个 我现在教你的 就是做一个方法 好了 你把它分开 这个我随便一个 这个只要大过15分钟就好 我们假设这个是25分钟 那这一个是5分钟的话 这个什么图表都没有这种 15分钟 25分钟跟个5分钟的 可是你在看盘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端移 哎哟 这个出现了 哎 这个出现 我再等它一下 因为它这个还没 它是15分钟 15分钟嘛 它还没结束 我等到它结束的时候 我在这边入场 我在这边入场 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个隐形的涉及之心了 它一直 因为我在这里入场 本来我是要这个结束之后 如果是真的它出现一个15分钟的涉及之心的话 我本来是在这里做空的 结果我是在这里做空 提前发现交易机会 赚取额外的利润 止损可以越变越小 即便你没有赚取额外的利润 你的止损就比别人要小啊 为什么我的止损可以做得到 是因为我懂得看盘 那我怎么样懂得看盘啊 我常常跟大家讲 不要做妥了 不要做妥了 看盘有无限的乐趣啊 你看的看的 你不看 我跟你讲你是体会不到的 我跟你讲完之后 你是不是下次去看的话 你大概就有一个 这个可能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如何比别人更早的发现交易机会 让小止损做得更好 一会再回来讲 好了又回来了 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我讲来讲去都万变不离其中 都是讲在趋势形成之后 有找两个机会去赚钱 就去入场去赚钱 也不所谓了 什么机会啊 垂直线跟涉及之心 只不过是隐形的 那么讲来讲去 我讲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讲的就是 专业的重要性 我们做事要做专的 交易有很多种方法 你样样这里学一点 那里学一点 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长处跟缺点 那么还常常会出现什么地方 这个方法跟那个方法不一样 你看的指标越多越让你混乱 因为你到底要听谁的 这个指标说做多 那个指标说做空 这个说可以了 这个说有点超卖 你又做不掉了 同样啊 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会有这一个想法是 你必须就是选择一样东西 把它做好做精 你知道我们做医生啊 以前做医生啊 还分内外富额 眼耳皮猴五官科 分每一个科 我们都学艺 大家都上一样的学校 可是出来之后 就选不一样的科技做了 你不可能什么都做啊 什么都做呢 中国有这种现象 以前有叫做赤脚医生 哎 村里什么病都是给他看 他看也看不好 看到最后自己还没学穿 所以叫赤脚医生 那什么会比较专业啊 你不仅是外科啊 外科还分胸外科 浦外科 浦外科还分胆道科 还分什么乳腺科 越分的系的那一个专业 越赚钱 你什么都看的那个专业 当然在美国做医生 都赚很多钱 可是你去看做专业的 不仅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而且他收入就越高 同样的我们做交易 选择一个你觉得可以的方法 把它做精做专 好这边 就是我们现在我做的东西 你看你看这边 你做精做专 尝尝看盘 你会怎么样 你就会知道是说 我可以发现隐形的交易机会 我也没有用别的方法 我都是同样的一套方法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当然这一个 我就再提醒一下 警告一下大家 这个是很高级的 你先要做的第一步 是练习多看盘 看的熟悉了 记录下来 在看盘这种享受 看盘的过程 讲到最后还是讲到快乐这两个字 反正如果你可以享受过程 你就可以收获成果 如果你只想收获成果的话 什么东西你都就没办法收获了 这个讲来讲去很重要 专业的重要性 非常需要专业 你选择一个方法 不一定要用我的方法 你就是做专业那个方法 不要今天说我这个方法 哎呀这个亏了 我又会换那个方法 很多朋友说我的方法都不行 不是你的方法不行 我讲来讲去 你的方法 我的方法 几乎所有的方法都零 只是我们常常换 我们不可以刻意训练自己 目光不要去看钱 看自己的成长过程 好了 讲了这么多了 那么我大概呢 今天就把这个技术 跟一些方法都跟大家介绍了 那么我有一个小问题 就想知道是说 大家到底是想学技术 这个就给大家给我一些回馈 想学技术还是想学观念 技术有很多种 其实技术我已经讲的差不多 只是重复而已 什么观念还是快乐 还是大家喜欢我瞎扯 瞎扯 瞎 瞎子怎么写 瞎扯吧 不管他了 瞎子会了 瞎扯 大家喜欢我瞎扯 这三个大家选一下 如果有机会 我现在人也不多 就是那几个 你又回应的话 那么我就会知道 你说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会针对性的去跟你分析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自己就选一个了 选一个跟大家讲了 你们这些都是多点互动 就是有人说 老师 其实我不是你的老师 我只是跟你分享 真正的老师 真的是认的徒弟了 那个才是认认真正的 所以我上面讲的 再讲一次 这个只是一种方法论 自己的交易的话 成自己负责任 自己做的不好 自己负责任 我是没办法跟你负责任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我是快乐交易 这一种方法的Friend 这个创始人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这个知识 这是一个F的意思 Friend 谢谢大家 下次见